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人甚至和警员起冲突 我妈妈跪下来 我妹妹也跪她 包括我表姐妹她们就跪下来求她说 你只要让我们这两天 她就是不愿意 最后她给我们一天 各天的十点 所以在那天我们就一直尽量就叫我们弟弟 就是呼唤她醒来 在当中我们看着她流泪 我们也看着她的手也会 挖着我哥哥的手 我们当然希望起起初线 因为这件事太突然了 她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然后到了各天十点 before十点 八点多 我们就去跟她想 我说师父还可以再给我们机会 再等她 让她醒来 再多到各天的八点 她们就不愿意 她们就是不愿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说她们会动用警察 然后她们就警察就进来了 家人强调 她们不是不愿意捐出死者的器官 令她们感到不舍的事 死者还有心跳和体温 让她们无法接受死者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想闹死 这样就决定她是死的 我不相信她没有死 她心还在跳 她在稍稍做我的手 我还叫我的姐姐的女儿 她在做我的手 你试试看 她试试还会醒过来 她讲还醒过来 她应该给我两天看到 我的儿子会不会醒过来 人体器官移植法令 施行于1987年 2004年经修正后 院方也可以从 非意外死亡的脑死病人身上 取出器官进行移植 只要一个人生前没有选择退出 她就是受法律承认的捐献者 法令涵盖所有建于21岁 至6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只有回教徒除外 不过到现在 不少人对于脑死还是一知半解 脑死是分泌 不懂事 就躺在那边什么都不懂了 就是这样 我的见解是这样 这个人已经死掉了 应该说还没有死 应该说还有气 但还有呼吸 应该说还没有死 里面我们的头脑 已经不能再做决定了 在某些事情呢 我们就是说基本上就等于死去了 这样是等于死了吗 一个人如果脑死的话 应该是还没有 脑死而已 人还没有死 脑死就是说 好像植物人这样吧 就是已经没有直觉了 脑死就是已经没有直觉了 不懂 身体上还是活着 只是没有意识力 意识力 脑死定义 众说纷纭 医生说 脑死就是脑部受到极大的创伤 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 和昏迷是完全不同的 这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医生用昏迷这两个字 就表示说 病人可能有这个机会 苏醒过来 那么假如是说脑死的话 那么损坏的程度 是达到了非常极度的 已经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这种情况之下 在医学的报道当中 是从来没有一个病人 在经过脑死的定义过后 可以恢复过来 是不可能的 医生说 脑死就是等于死 而家属声称死者流泪 甚至抓住家人的手的举动 则是一种反射作用 不代表脑的运作还是正常的 脑死的这个过程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工方面的 这些多方面的支持 通过药物 通过机器 可能能够维持病人的心跳 维持病人的体温 但是其实脑已经死了 那么脑死一旦被肯定了 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或者是在接下来的几天 其他的器官也会相继的退化 也正因为如此 医生表示 病人脑死后 必须尽早把他的器官取出 以保持新鲜度 脑死了过后 这个器官的这个所谓的新鲜的程度 也会逐渐的下调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器官能够尽早使用的话 会更好 能够尽早地被移植 那么对那个接受移植器官的病人来说 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好 喜善起了九年 肾脏移植让他重破新生 这个是第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最幸运 在十年